這一罐就差了台幣五千塊 妳說妳能不在國外買嗎 大家好我是阿蘇 大家好我是阿蘇 我是小老師 今天大家要看到旁邊這個包裹了 沒錯我今天又要來開箱 但是這次開箱的這個東西很不一樣 它是從國外寄來的 這個是我在國外電商買的一個包裹 那今天除了要跟大家分享我買什麼東西之外 還有這個包裹我到底省了多少錢 看下去吧 先跟大家講一下我在哪一個網站購買的 我是在那個South Ridges這個很有名的 英國的一個購物網站 然後這個網站也被譽為是2018年 最好買的一個網路電商 那近年來為什麼網路電商這麼多人喜歡購買 就是因為其實你可以用很 比台灣便宜很多的價格 然後買到那些真正很有保障的 不會像說你早帶購買 你還要擔心說會不會是假的啊 或是什麼有一些疑慮 那這個部分就大家就不用擔心 然後再來是 其實購買的流程算是不會太困難 甚至有人覺得去歐洲如果買包包的話 有時候還不一定有這些店商來的便宜 不要不多說我現在直接來開箱 一邊開箱一邊跟大家聊天 這一次我真的非常緊張 原因是因為呢 我還買了一個Gucci的包包 但是因為我沒有這麼多錢買Gucci的很貴的包包 所以我這次買的是兒童包包 你知道我擔心的是什麼 我擔心的是他兒童包包就真的很兒童 然後 喔對了我要講一下 我要稱讚一下Sufferages 他們包裝真的很美 然後都會有這個 他們的經典這個黃色的包裝子 然後還會附上賬的 類似購買證的一個東西 然後呢這裡你們看到啦 他們都是有這個袋子來裝的 這是Sufferages的袋子 然後裡面就是我買的東西 然後這個 就是我Gucci的包包 OMG 哇好緊張喔 好那我們現在就來開這個 我們這個Gucci重頭西放最後 這個是什麼 這是我人生第一個海洋拉娜的乳霜 為什麼會買是因為前一陣子我們就是朋友就互相在講說 Sufferages現在奧幣 如果你換算成奧幣的話會超級便宜 然後我朋友一次是買了四罐他的經典乳霜 我自己是買了一罐 因為我還沒用過 然後我還買了這個兩罐是 海洋拉娜的 呃 台灣番組叫濃縮精華露 150ml濃縮精華露我買了兩罐 這個叫做 英文叫做The Treatment Lotion 台灣賣的價格是一罐 台幣4900 然後我在電商上面買是一罐3363 兩罐就便宜了3074元 這兩罐就便宜了3000多塊 買不買 我有幾個名單是我這輩子覺得我會一直回國的產品 這個是其中一個 為什麼呢 因為有一陣子我皮膚非常敏感 然後我就是塗這個 它讓我變得很穩定 那它這個時候濃縮精華露是什麼意思 它擦在什麼步驟 其實是化妝水結束 然後乳液之前 或者是精華液之前 所以我有時候是沒有用化妝水 我是直接上這一個 但是如果你有上化妝水的話 再上這一個 它等於是幫你的臉做更好的打底 讓你下一個步驟的東西非常好吸收 OMG 反正是兩瓶 現在完畢 再來就是最經典的 海洋拉納乳霜 這罐乳霜為什麼經典呢 大家可以去網路上面看 它有講一些海洋拉納的傳奇故事 在1952年的時候 Dr.Max Huber 是一個在NASA工作的科學家 在一次火箭燃燒爆炸中受傷之後 他的皮膚再也沒辦法恢復到原樣 於是他投入燒燙皮膚的研究 再一次海藻的啟發念頭下 他開始對海藻進行了實驗 花了12年長達6000多次的實驗 終於誕生了第一瓶的海洋拉納乳霜 這個乳霜問世之後呢 除了將他自己的皮膚治好之外 拿給許多的皮膚科醫生 使用在他們的病患身上 也獲得不可思議的敷衍結果 從此這個乳霜的口碑 就漸漸重開來囉 反正就是有非常多的女明星 都直接講說 這罐東西就是他們這一輩子的救命霜 不管任何膚質 或者是你有甚至是像那種有疤痕 然後敏感性各種狀況 都可以靠這個得到舒緩 痘痘疾疾也可以擦 但是這個東西我自己沒有擦過 這是我的第一瓶 然後所以我非常期待 我使用過之後再跟大家講說 這到底是什麼感覺 然後這一罐的價格非常的驚人 這個台灣叫做舒服乳霜 Moisturizing Cream 我買60ml 它是台灣定價是11800元 Oh my god 11800元的高級乳霜 然後我買的價格是6682元 大差了5118元 這一罐就差了台幣5000塊 你說你能不在國外買嗎 通常在SufferAgeist這個網站呢 用英鎊結帳會便宜很多 但是那幾天我算了一下是用澳幣 比較便宜 OK 再來就是重頭戲 這個Gucci的包包 這個是Gucci Kids Monogram Hard Print Shoulder Bag 就是一個Gucci的小朋友的愛心包包 Oh my god 我覺得很可愛耶 Oh my god 我本來很怕它會看起來沒有質感 然後小朋友感覺太重 可是我覺得它很有質感耶 Oh my god 好可愛喔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內容 這個包包的價格也非常驚人 我在台灣還沒有看到它在台灣買的定價是多少 但是大致上它這樣子的包包 我有看過別的款式的 大致上大概24000塊台幣左右 這一個在國外買 15488台幣 所以價差了8512 欸它很好裝耶 保證卡 它很好裝耶 你看 Oh my god 這個很好 這個會很好用 因為它這個東西 它其實沒有什麼加成 其實因為你知道我包包 它需要放的東西很簡單 就是 手機鑰匙 皮夾 待會放給大家看 然後這樣子 扣起來 非常 非常適合懶人 因為我不喜歡用太複雜的 扣起來的方式 這個 這個很好用 我的天啊 然後它的背帶 就是大家知道的 GUJI最經典的 綠紅配的這種背帶 再來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在網路電商買東西的 那個 必須要知道的幾件事情 好了 首先呢 你在網路上看到 那個價格 它訂的那個價格 並沒有附贈 他們那個 國外的鞋消費的稅 那所以它其實 寄來台灣的時候 它只是會跟你收關稅而已 它的關稅怎麼算呢 化妝品的關稅是 5% 包包跟鞋子的關稅 稍微高 是12% 那如果是衣服 或者是動物皮的那種東西的話呢 稅金更高 是17到18% 然後運費怎麼算呢 運費一次購買就是945台幣 如果你覺得你一年會買兩次以上的話 那你就是要用一整年的那個方案 因為這樣其實會省蠻多的 我自己是有繳了那個一整年的運費 而且我記得我那時候一整年的運費 是有打折的 好像才台幣大概1200塊左右 所以呢 這一年我可能就會在這個網站上面買很多東西 因為比起台灣真的便宜太多了 最後我們來總結一下 我這一次在這個網站的購物經驗 到底幫我省了總 total是多少錢 原本這些所有東西的價格加起來 在台灣買的話呢 要45600元 但是這一次的購買經驗 總共是28182元 我省了17478元 真的很不得了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 就是如果想要省錢或者是 想要入手GUCCI的第一個包包 只要一萬多元的話 你就可以入手他的兒童包 因為真的很好裝 希望大家喜歡今天的影片的分享 喜歡的話記得分享 按讚的留言 任何訂閱的分享 你們最喜歡的就是 訂閱我打開小鈴鐺 掰掰 黃色變成功